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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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3.22 巴西 10.66 墨西哥 9.12 德国 2.18 法国 2.72 荷兰 2.49 瑞士 0.79 亚洲 日本 0.57 新加坡 2.83 南韩 3.33 印度 7.22 国债方面 三个月还是最高 5.35 六个月 5.20 一年 4.81 两年 4.35 五年 3.96 十年 4.01 三十年 4.18 五年和十年的利率大约在四 但是一年的在4.8 中间还是有一个大约三个quarter的gap 倒挂 仍然存在 西德州油 72.16 布兰特油 77.59 瓦斯 3.17 黄金 2030块 小麦 610块 铜 376 代表孔花和摊粉的指数 点到73 仍然偏高 美元指数 102.5 美元兑人民币 7.11 美元兑日元 144.54 美元兑日元 0.91 短线的技术面来看 SPY 应该在4600到4800长线 目前的看来是在4300到5200 我是小银翔 电话713 9883 8888 总之人在目前还是要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对待市场 市场不确定因素仍然非常的多 谢谢 对待市场不确定 对待市场不确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